明天 各位叔伯 小女霓裳这香有礼了 没想到你回来 看来你也算是有胆有识 既是苏伯伯亲自下的请天 身为晚辈 霓裳岂赶不来 前几日你办过月赏会 雇佣天香楼的舞姬 身着方氏的衣服上台招摇 在光天花日之下 搔手弄姿 何有此事 这天香楼的舞姬 来我月赏会帮忙 的确有此事 他们只是展示方氏的衣裳 何来搔手弄姿 苏伯伯还是不要以讹传讹了 你雇佣风尘女子 为自家店铺助阵 这本身就是有商风化之举 京城是天子脚下 律法严民民风淳朴 请你这么一闹 搞得是乌烟瘴气 成何气筒 你不知道错 反而还在这儿狡辩 苏老板说的是 死风不可掌 就该让他有个教训 对 没想到他有个教训 各位都说 霓裳请武姬展示衣裳 有商风化 有商风化 那请问有商风化 这四字何意 就是商风败族 没错 这可不是商风败族嘛 那为何天香楼举行的武姬大会 每年都在南唐边举行 又为何允许普通民众观看 官府还每年向武姬大会抽取税赋 允许普通民众观看 说明何情 这官府抽税 说明何法 那为何武姬大会的时候 大家不说他们商风败俗 我这月赏会 却要单此恶名 不管你如何脚辩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损害了京城整个仇部业的体面 你们方氏之一谱 必须要得到惩罚 苏老板说得极是 必须接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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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敢问各位 我要受什么罚 歇业三个月 没有得到行业商会的允许 不得擅自开张 苏老板说得极是 必须接受惩罚 各位叔父 各位叔父 二叔 我有话要说 你给我出去 二叔 我与霓裳早已私定终身 霓裳就是我们苏家未来的大少奶奶 这 你说什么 二叔 我终将娶霓裳为妻 以霓裳的才能 定将我们苏家发扬光大 今日您对付她 就是在对付您自己 你 既如此 你说我们还跟着闹什么呀 就是 我们方氏 靠的是口碑和手艺 绝不沾别人一丝一毫的光 走